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最近我覺得家裡一個角落頭很外眼 就是這一大袋的胸瓶 沒錯 幾個月的時間我又存了這麼多 所以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我的胸瓶技 順便可以清理它解決我心中的一個煩惱 一直以來我也想像其他人一樣 存一年一大袋很澎湃地跟大家分享 但我發現每次存到一個 portion 我都頂不住很想收拾它 就會開始拍攝這個胸瓶技 希望大家不會介意 而且我本身比較長戲 如果我真的存一年的話 應該要拍五個小時 大家的影片要看一個小時 所以這個是我的風格 我們現在立刻開始 這裡有九個color con的盒子 之前也跟大家介紹過 如果想要最自然的話 就會選擇OLANDS的PIVIRIN BROWN 如果想要多一點點效果 看到外圈裡面有顏色的話 我就會選擇SPANISH CIRCLE 這個系列 啡色和灰色我自己都很喜歡戴的 然後有時候要搭衣服、搭妝 想要個啡綠色 我就會選secrets的這個綠色 然後就有一些日本con 這個是紫色的 然後一個是綠色 這個綠色是會比起剛才的啡綠色更加顯綠的 所以你想要再多點color 多點色彩的話 我就會選擇這一款 然後就有這個Edit 以前是很喜歡的 偶然都會想戴一下 所以都會買一盒放在家旁邊的 輪到化妝棉的部分 我又用完了一大包無印的化妝棉 用來濕敷的 它一塊是可以C成四塊 剛剛好就用來濕敷 經常都在我的影片中出現 那我就不多說了 然後這次就沒有日本化妝棉了 我就買了一盒雪厚的化妝棉來試試看 因為之前看到新出 但又沒什麼人說用後感 我就八卦買一盒自己親身試試看 大家如果有用過麗的 應該知道它很薄 很吸水 但是麗的對我來說 就太過鞋 很細張 我自己是不喜歡麗的 它就將麗的缺點全部變成優點 就是大張 然後質地是滑很多的 我留了一張給大家看看 它是非常綿滑 不會起任何的碎碎 彈性來說 就不算很大 不會拔到很軟 脫光棉那種 然後打開 大小是一個長方形 如果你用來下妝都已經很足夠 然後厚薄程度 你看到是非常薄的 所以如果你追求的是有厚度 軟綿綿的話 這一款就不適合你了 然後我朋友就給了一堆 Clay Depore的Sample化妝棉 它應該是我用過單價最高的化妝棉 這裡也有一塊給大家看看 它們的化妝棉是有壓紋logo的 是不是很厲害 然後它看上去是有很多層的 你看到旁邊很柔軟 很容易分到 但是呢 就不會容易撕到一塊一塊出來 就算它有很多層也好 它可以壓到很扁 但是你看到 你看到嗎 它是超級脫綿的 的確它是一個很絲滑的化妝棉 有機會是我用過最親膚最滑的一款 但是呢 它脫綿的程度都很厲害 只要手可能有少少汗 有少少黏 它已經可以脫到整隻手都是綿碎 所以呢 我自己就不特別喜歡這一款 化妝棉說完就到一些洗臉卸妝產品了 手頭上這一包是Befesta的卸妝紙巾 我是用紫藍色這個版本的 貪它呢 下完妝之後呢 不會覺得慢慢緊 不會乾 也都不會黏黏黏 還有清潔力是非常之好 下得很乾淨的 但是我都很少在臉上用下妝紙巾 通常都是在手上試完顏色 然後就一次過抹光它 會繼續回購這個 然後就是Love is Derma這個泡泡洗棉 這一支是他們很久很久之前寄給我的試用產品 久了如果不用完就應該過期了 我自己就覺得洗完臉有一種絕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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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感覺 就不是特別喜歡 但是用得不浪費 我媽媽就黏黏的用完整支了 所以我們給點掌聲鼓勵媽媽 然後到一支日本的卸妝油 它就好像傳說一般的存在 因為永遠在日本的牌行榜 它都是在三甲位置的 以前日本才買到 現在香港Cosme Store都買到 約$150-$175 性價比就不算最高 但用它的卸妝感受是非常舒服 很香的精油味 它不會覺得香精味很重很不舒服 你卸妝的時候覺得香噴噴 然後它有一點厚度 所以冬天的時候就很適合用了 再來就有Corel的卸妝Gel 是不是沒有聽我提及過有用Plancing Gel這個習慣呢 沒錯 我是卸妝油派的 然後這一枝Corel的卸妝我是長期放在公司的 因為我有一個原則就是 如果晚上約了人吃飯的話 我會把妝斬掉重練 我不喜歡用早上帶下來的妝帶她晚上再吃飯 但在公司用卸妝油就很厲害 又滴到周圍也是 又沒有花灑 所以我就喜歡用這一款卸妝Gel再配合洗臉筋 就可以卸掉整個妝 我不知道她用不可以用在Mascara 或者防水很強勁很難落的化妝品 因為我也是用一些很簡單的 可能是粉底 眉的 所以這一枝是非常之方便 它不會滴來滴去 它是一個很Gel狀 看看還知道嗎 它是完全不會滴下來的形膠狀 但是很好推的 你一推開的時候 就有一點變了油 但又不會非常非常油膩的那種 然後你沖水再用一個洗臉筋抹乾它 就已經非常乾淨 清爽 完全不黏黏的了 接著這枝就是Orbis的Gelly Pack Orbis這個日本牌子 切出了香港之後我覺得有點可惜 因為它有很多產品 我都很喜歡 很好用 除了這一枝 這一枝我也是日本買的 它聲稱是一個洗臉再加保濕 它是停留在臉上5秒鐘 然後再擦10秒 還是擦10秒再停留5秒呢 我不記得了 Anyway就是15秒之後 你的臉就會很保濕 然後很refresh的感覺 完全感受不到 我也不知道它那些透明的啫喱膠 在臉上發揮了什麼作用 又不覺得有清潔度 又不會起泡 所以這一枝我真的覺得完全不解 但是它們同一個系列的Lotion 就非常之好用了 名字就叫Lotion 但大家看看底部剩下一點 都看到它是透明液體狀的 它的質地是比較稠的水狀 有點像精華水的感覺 也是非常之保濕的 如果夏天我會拍兩層在臉上 直接塗BotBot第一層Gel 就已經很足夠了 不需要再塗其他精華的 那它這個牌子呢 我真的覺得滄海為主 它有幾個系列我都很喜歡的 希望它有一天再來香港 不意外不陌生 我亦都不會再多介紹 不讓大家截圖的 我寶貝去角質化妝水 我買不回來 現在整天都缺貨 我每一次都要經過cosme store 那裡裝一下有沒有一支 大家看到後面嗎 沒有了 對呀 我沒得用了 所以我不會再介紹給你們了 你們留一支給我吧 好嗎 接著一支支白肌的特龍保濕化妝水 這一支我小時候很喜歡用的 但是現在用呢 我就覺得有一種免疫力的感覺 我覺得它結身得來 沒有以前感覺上那麼保濕 所以可能也是適合一些 比較年輕肌膚的人用 會適合一點 再來無印的化妝水 我是用來濕敷 經常都說的 我這次就不多介紹了 然後有IPSA的這個黃金水 流金水還是保濕水 我忘了香港叫什麼名字 是朋友送給我的 他就知道我喜歡濕敷 就覺得它的效果很好 就給了我用 它的保濕力是不錯的 如果你敷完之後 你會覺得特別是晚上你喝完酒 或者皮膚非常乾的話 我覺得它可以夾夠用到 但是性格比就不特別高了 因為二三百元 你看到這個尺寸是比無印的 所以它敷到的次數呢 每一次都要倒很多 弄濕整塊化妝棉才敷到 不是一兩滴就夠的 也我覺得如果它只塗一兩滴 或者是用來當普通Toner去用 效果是發揮得不好的 然後有兩款Lush的新鮮面膜 一款是藍莓 我自己在workshop那裡做的 我覺得它的質感跟店鋪有點不像 所以就不可以作準了 另一款就叫做Don't look at me 是一個磨砂兼少少美白效果的 我覺得它最大的感覺就是 它的味道非常清新 你敷完之後 人好像整個refresh了 所以我自己都幾喜歡 但是缺點就要在短時間之內用得完 如果你不是一個很勤力去護膚 或者東西放在旁邊 經常都放在旁邊 不是經常拿出來用的話 這個新鮮面膜我就覺得未必適合 但是它有另一些面膜 就是可以放在短時間 大家就自己決定 但是這個新鮮面膜 你會覺得裡面沒有防腐劑 又比較天熱 對自己的臉真的會特別 有很好的感覺 然後有一支Clay Deport Cleansing Clay Scrub 這支的質感很有趣 它介乎於泥面膜 但又沒有那麼濃身 所以它深層清潔的效果 是沒有去到那麼強勁 亦不會乾的 然後在磨砂方面 它的粒子很幼細 但是又不算多 所以它磨完之後 你會覺得有滑度 但是又沒有去到磨砂產品 那麼厲害 所以它剛好就是在中間點 你可以說是中庸之道 或者涼頭不到痾 看你怎樣看 如果你要求一些很清潔力 能力強的深層清潔產品 你用完之後要整個臉很乾淨 有時候才會做 一次過做完的話它不適合 但是如果你想要密一點做 然後溫和一點的話 這個就不錯的產品了 但是它的價錢也挺貴苦的 所以大家自己衡量一下 它的味道也是貴苦的 然後是Kiehl's Super Serum 這個精華都算是賠了我整個夏天 因為很多時候的護膚程序都會用到它 日後的時候用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黏黏 不會焗 塗完是有皮膚滑了 軟了的感覺 然後你再加上其他的精華 都不會起刷子膠碎 不會打膠的 但是它的味道呢 是有少少濃烈的 這個就是我比較不喜歡的地方 但是它的功效我覺得OK的 然後到臉上 當然我終於用完這一盒 First Day Beauty的Ultra Repair Cream了 你看我這個樣子 我是硬用完的 但是不代表它不好用 哇 這盒真的是用到天荒與地老 如果不是送了一些給朋友 然後自己有塗手腳腳的話 我想我可以用來加全紙布送給我的下一袋 哇 這盒真的 我不可以說它不好用 它是一個非常之稱積 很中規中矩的保濕箱來的 是可以做到保濕 有少少瑣碎的效果 然後它的性價比 以這個價錢這個尺寸來說 是已經非常之足夠的了 但是你又不要期望它有什麼 淡斑 去印 收毛孔 或者是抗老的功效 就沒有了 不過真的很大瓶 一樣 如果你也是五時花六時 變得閒又想換一下護膚品的話 這個是有少少痛苦的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沒有實型的話 這個真的非常之適合你 來到這裡 我要跟大家殺個瓶道歉 我的長氣病又發作了 我已經拍了超級無的內 我本身已經支持不住了 所以呢 我今天就拍完所有的護膚品胸瓶 唉 我又失敗了 還有一堆的身體用品 還有化妝品的胸瓶 就要在下一條影片繼續再來過了 我要先休息一下 因為實在不行了 我們很快就會在下集再見 希望大家都喜歡看這一類型的胸瓶肌 因為一路都要抹下每一樣的產品 它有什麼容後感 多低的質感 其實都花了很多時間 希望大家都喜歡看 如果你喜歡今天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記得按LIKE 我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會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下午三點 以及星期日日下午十二點 對了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訂閱 按 Kle Philosophy 點 fast 按 Keep 按 按 按 看 按